我們剛剛介紹到CMP的研磨漿 基本上它主要可以分為三個 呃應該說三個液態圖 一個是主要就是懸浮液跟距離滋水 一個是來調酸劑 一個就是來演化器 一個就是化學器已經在這裡面 我就來看一下它的功能 前面講過我們的CMP的時候 主要就是這樣一種是金屬 一種就是漸電池 它介紹的就是SR2主要是SR2 那如果是否去磨SR2的研磨漿呢 我裡面的那個微小顆粒 就在介紹的牙膏 牙膏裡面的細小顆粒呢 基本上就是SR2的細小顆粒 那這個SR2的細小顆粒呢 主要是由細微熏烤的二氧化系 就是很小的很小粒 然後已經煎過前置處理過後的二氧化系的粒子 然後它摻到裡面會變成膠狀的浮動 然後B 而且是可以鹼性的化學容易 會鹼性化學容易 那鹼性化學容易主要是要小公司它的OH值 所以可以用KOH 也可以用阿姆尼亞 NH4OH這兩種化學容易 這樣子 那PH值會控制在十到十二之間 也就是鹼性的鹼膜液 那這邊只要告訴各位說 那個這個鹼膜液裡面的這個 螢合二氧化力它怎麼形成的 它其實就是拿那個濾化系 四氯化系 在氫氧電的氣象水減中反應而成 所以就是怎樣呢 拿氫氯化系 然後我們在高溫的情況下 通路氧氣通路氫氣 形成高溫氫氧電 這就是我們微群的所有道的氫氣 氫氣加氧氣 這就是一種吸氧的概念 然後在高溫的情況下把它氧化 就是高溫氫氧變成SRO2的固體 然後配上HCO的氫氧 流下SRO2就形成了 所以這就是微小的SRO2刻意 怎麼做 就是拿氫氯化系 再經過高溫氫氧電 就留下固態的固體的SRO2的微粒 它跟氫氧的HCO 就像這樣子 把這三種氫氧氣通抓 放進來之後 一燒就留下SRO2的固體 留下SRO2的固體 這時候你會看到 這個 岩膜漿裡面 它把它放蓋來看來變這樣 這是熏烤過的鵝氧化系 那 只是把它放到裡面吃 就變這樣 那如果說你會看到說 PH值可以影響到 這個水溶面P值可以影響到 鵝氧化系的顆粒的散物 顆粒的散物 那你還可以用其他五千加級 那一種用於 鵝氧化露系的冰色中 鵝氧化系的鹽膜 是利用性的溶膠 也就是 達到這些維銘品 再經過的特別的配方 不同的鹽膜漿器 上有不同的配方 而這種鹽膜漿器 上就是什麼呢 就是每間公司的IP 因為 叫叫科歐可樂 每一家都會是可樂 可是科歐可樂 喝起來 一般是可樂不一樣 他們裡面的配方不好 但他們都是可樂 可是他們不會告訴你 何做 他只告訴你 有什麼成分 所以 你去跟人家 不同的廠商 研磨加蛋 他們各自的處理方法不同 只會告訴你說 避害的研磨加 他可以把這些 我曉得跟你變得非常的拘勻 而且變得較膽狀 這樣去摩他就會比較均勻 比較完整 你會看到 所以他可以用系統膠 直接做成像膠體狀的顆粒 這樣子去摩他 所以卡通頭就如同這樣 我們盡量去摩S-Dialto 蹭墊在這裡 蹭墊去壓 然後在磨的過程中 除了靠蹭墊突出來 靠蹭墊之外 最主要靠的就是 這個 研磨液裡面 研磨液裡面 當中的 這種小顆粒 這裡取得力是用氧化 C CSO2 那對我們來講 就是有什麼呢 有很多的SiO2為例 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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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跟這些 組合物呢 反應 然後去刮 刮著SiO2表面 刮SiO2表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了 好像很多顆粒狀的 小SiO2 去磨 去磨這個大的SiO2 然後利用這裡把它壓下來 用壓的方式 讓這個顆粒去壓它 然後去產生機械式的 刮它 機械式的需求 這樣子 那這個 那這個 紅紅的就是數字添加器 沒有 這個 這就是數字添加器 好 它是可以跟 我們這小顆粒的再結合 然後去刮 也可以只靠它去刮它 或者是形成 去 跟它 這數字結合再結合 再去刮它都不利 好 它就是壓到 有點小顆粒的變化 好 好 好 那 剛剛講的是 SiO2 絕緣層的研磨膠 它裡面其中就是 SiO2的小顆粒去磨它 那如果是金屬呢 金屬的限定過程呢 跟灰水很像 它是怎樣呢 它是鹽膜 裡面的氧化器 要先跟金屬產生反應 先變成金屬氧化炉 所以鹽膜 裡面的化學成分 就會先把它氧化 鹽膜裡面的氧化器 它就會先跟表面的 金屬氧化 那金屬氧化之後呢 再帶鹽膜裡面的 比如說氧化油的 細小顆粒去移除 去把它磨掉 利用氧化油的細小顆粒去磨金屬 這樣子 所以金屬的洩命 它基本上一個 溶力裡面本身有氧化的效果 它同時在 具有五分的時刻的作用 這樣子 但是呢 不同的pkg值溶力 前面講過 化學溶力裡面呢 鹽膜裡面有氧化物 氧化物會氧化 可是 烏的氧化物有很多種類 烏的氧化物有很多種類 那 會溶解 在溶解液裡面呢 就是會複蝕的 是白色的一分 那這種 那這種 穩定區就是怎樣呢 穩定區它就是不會被複蝕的料理 它這個氧化物就是 直接溶在裡面 不會被複� 所以就看到 不同酸鹼質 會不一樣 不同酸鹼質會不一樣 太小的地方 真的就不會複� 大的地方呢 它的複蝕的效果就會比較多 所以就看到不同的酸鹼質 會不一樣 不同酸鹼質會不一樣 不同酸鹼質會不一樣 太小的地方呢 就不會複蝕 大的地方呢 它複蝕的效果就會比較多 所以它等於邊靠它氧化 邊靠它複蝕 一邊把磨出來 如果光是氧化起來 就變成彼此化的話 它是溶解在水裡面 可以溶解在液體裡面 那像這種它不是溶解在液體裡面 它就直接就形成固狀物 就是氧化成固體 所以套在化皮螢幕裡面呢 越激性 這個研磨液本身就會適合它了 那當然這時候再去用機械研磨 就是加速它使得 反之 越酸的部分 越酸的部分呢 它越不容易溶解掉 它越不容易變成複蝕掉 它就會形成固體狀 那這地方就是只要單靠你的研磨 去把它用極限研磨的方法 剁掉它 就變成這樣 所以用藍磨都清楚 剛剛才不好用磨 它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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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是磨的話 就要靠氧化器去氧化磨 而且呢 越酸 它就越穩定 越減定 它就越容易溶解在我們的石刻液裡面 那鋁跟銅呢 鋁跟銅就是要用酸 鋁跟銅就是要用水圍基礎的酸性能力 那它裡面呢 主要的氧化器是靠雙氧水圍 它也說可以加氧的雙氧水圍 那只要靠雙氧水 因為雙氧水的這就是一個很強的氧化器 那它的目標就是要非常的去氧化鋁跟銅 變成氧化磨跟氧化磨 氧化磨跟氧化磨的形成之後呢 再利用 再利用機械研磨把它磨掉 所以我要磨的主要是要磨清楚氧化磨 我磨的是清楚氧化磨 然後呢 而 碟磨醬裡面的顆粒呢 主要是氧化磨 只要是金屬性 那都是什麼氧化磨 界限制主要的選氧化磨用的是 是二氧化磨 而是金屬的話 大部分都是用氧化磨 因為氧化磨本身穩定度非常高 穩定度很高 然後呢 痾... 痾... 這個時候呢 我的氧化磨顆粒會形成 膠狀 穩定的膠狀 學服務 這樣剛好就可以去磨它 這個樣子 所以呢 基本上會選用酸性 這個酸性的物理是為了氧化磨 可以形成 穩定的膠狀 穩定的膠狀去 當機械研磨的小顆粒去磨它 好 好 然後這裡就有講說 只有氧化磨的自成窗口 可以達到電化水 等化豬油 使水性氧化磨粒變成膠狀 穩定浮動 穩定浮動 意思又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要讓這個氧化磨變成膠狀的話 你的自成空間很小 自成空間很小 就是它的酸性度要好好支持 所以如果沒有控制後的話 你的氧化磨的膠狀就會不肯定 那就一定是我的效果 我的效果 你看 非常誇張 這樣子 好 必須要剛好在DH值 6左右 而且你的電位 給電壓大概是在 一點多幅左右 這地方才會有穩定的 那個氧化磨的刻印 那至於氧化物而言呢 只要銅 碰到氧水會變成氧化磨 不同的是在氧化磨 在氧化磨的地方呢 它就集成紋命的氧化銅 也會變成氧化磨 那如果在酸的地方呢 就會變成氧化磨 就會融解 然後變成氧化磨 就變成氧化磨 所以呢 這裡是氧磨磨 太氧也會變氧磨磨 但是在中間的地方呢 就會變成氧化磨磨 變成氧化磨磨 變成氧化磨磨 變成氧化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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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氧化磨 基本上都是用氧化磨 用氧化磨 用氧化磨的情況下呢 要嘛就要太減才會腐蝕 不夠減的話就氧化 那氧化就是要靠磨的 純的氧化的東西 就要用去磨 因為它是氧化 要直接把它磨掉 那如果是腐蝕 它就自己本身就會溶解 就會溶解在你的眼磨磨磨 所以從這張圖可以發現到 紅的CNP電位很重要 酸鹼值很重要 基本上都落在6到7之間 6到7之間 非常小的區間 所以要遵守這側磨磨磨磨磨 裡面的酸鹼值 酸鹼值 大家一般不是說 CNP的移屬速率 大概跟什麼有關呢 機械研磨的研磨磨磨磨磨 跟你的P壓力有關 這裡主要告訴你是壓力 那前面還有兩個這個參數 看一下後面問題 這怎麼就是壓力啊 你在磨磨它的時候 所以不能夠以為對手就太快 然後呢 所以變成怎樣呢 有被研磨電壓到的地方 才會被磨到 沒有被研磨電壓到的地方呢 就不會被磨到 因為要有壓力 有硬力 再從它才用 如果是空的 但是一直動 也沒有磨到它 機械研磨就是要打到 才會磨到 當然啦 它會偷研磨漿啦 只要研磨漿的地方 有壓力給它 就是研磨漿裡面 小分力去磨到它 還是會產生磨動 還是會磨到 所以這指的是 但是CNP也是 研磨電上 都會有研磨漿 那研磨漿 只要碰到的地方 你只要去轉它 只要研磨漿有錯到的壓力 就會 就會去磨到 不過磨得最嚴重 它也是直接 踏到研磨電的地方 是磨得最主要的 所以有怕得到的地方 才是磨得很快 沒有怕得到的地方 就不太會磨得到 即使裡面有研磨漿 但是你們特別 加壓下去的話 那這個 剛剛講的 二氧化體的懸浮物 或者是氧化體的懸浮物 它就留在研磨漿的硬體裡面 一見的硬體裡面 要死上去 跟它硬去磨它 硬去磨它 硬去磨它就是要受力 就要有壓力 它才會硬領上去去刮它 才會去磨它 好 那接著 可能只是CMD 幾個很重要的特色 首先就是要均勻度 你不能說磨一磨之後 有些地方磨得多 有些地方磨得少 一種是均勻度 那這個均勻度 又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一片晶圓內 不同區域的地方 均勻度好不好 這叫做 Waver in Waver 就一個晶圓內 單片晶圓內 我在磨的時候 不能說我送你壓力 我邊緣地方磨得比較少 中間地方磨得特別多 這樣不行 我們希望整片晶圓 磨得量要差不多 這是Waver in Waver 另外一個是Waver in Waver Waver in Waver是什麼呢 這一片磨了 跟現在一片磨的程度 要差不多 你磨了一二十片之後 第一片磨的程度 要跟一二十片磨的程度 要差不多 這就必須就是 兩百五個製成的控制 你必須要怎樣呢 你的研磨撐墊的 到底什麼是要快心啊 你的研磨降 你的酸碾度的控制啊 你的壓力的控制 都很重要 所以這種均勻度 不管是Waver in Waver 或是Waver in Waver 或是Waver in Waver 單片內的均勻度 或者是片跟片之間的均勻度 基本上都跟你的壓力 還有你的研磨墊的狀態很關於 更不要講什麼固定環的位置啊 清點形狀啊 那當然同一批 同一批晶圓來 表面的型貌是一樣的 但是又來了 不同產品呢 A產品變到B產品 可以用同一個程式去磨嗎 不行 因為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電路 它的Layout不一樣 所謂Layout不一樣 布局不一樣 大概有什麼 原件的密度不一樣 原件的構造不一樣 有些晶片 有些地方 比如說氣體的區塊 就非常的密 邏輯電路的地方 可能沒什麼密 那有些電路它是完全沒有氣體 它機體完全是外接的 要額外有接線 擋進去 比較稀疏 比較稀疏的 跟比較密集的 磨出來的時刻率會不一樣 後面問題到 密度不透 磨出來都不一樣 然後呢 面積大小不透 就是你露出來要磨的部分 你的面積大小不透 磨的時刻屬於也不一樣 所以不同的產品 你的磨的層次要改 不同的產品磨的層次要改 所以不是來個 就統一用同一套層次去磨它 沒有 不同的產品 還有不同的 Recipe 因為不同的產品 表面的型貌 密度不同 你就需要使用不同的壓 不同的磨的速度 好 那在磨的過程中呢 選擇品 就跟時刻選擇品是一樣的 好 所謂選擇品則是什麼 帶磨的磨的固質的速度 除以什麼呢 除以底層不想被磨掉的 磨的速度 這個就是選擇品 它跟時刻選擇品的定義是一樣的 好 那這選擇品很重要 最主要是用在哪裡呢 STI 還是我前面講過 STI在磨的時候 主要是這樣的 SATA表面吃出一個凹槽之後 填絕圓層進去這個凹槽 然後呢 再把凹出來的絕圓層磨掉 可是磨到哪個地方啊 磨到NITRILE的地方要 所以NITRILE是你不想被磨掉的部分 R是你想磨掉的部分 然後回到STI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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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dow Trich Isolation的時候呢 這裡有襯電R3 跟NITRILE R3 NITRILE 然後呢去填了 霍霍的R3填進來 然後接著要開始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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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NITRI不要被無料 它就停住了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需要一個選擇 就是10顆RFI的NH5H-Ray 跟除以NITRI的H-Ray 這要越大越好 就是10顆RFI比較快 10顆NITRI比較慢 這就是10顆選擇 對於大部分的10顆我們都希望選擇 就是只想要吃想吃的 不要去10顆到不想被吃的 就這樣子 所以 STI的CNT 它只要是要磨兩大五 但是它不想要磨到代化系 所以基本上選擇 大概3到5來 3到5代表什麼 代表磨100N重的RSI只會上 用100N重RSI多的時間 去磨代化系只會磨 1N重而已 百分之一而已差很大 所以對於STI而言 它需要好的選擇 你是MASA跟NASA要選擇 而對於鋁童而言 它選擇你知道誰 前面講過 我要填鋁之前要填什麼 填鋁的時候胖鋁會破散 所以需要在什麼時候講到 下面要加什麼TAN TA或TAN來報復它 所以呢 在填TA的時候跟TAN 這個就露出來 就回過來 不同的金屬會需要不同的側面層 你看 如果是銅製層 或是鋁銅製層 它是這樣子 要不同之前會度誰呢 會先度一層 TA 或是雙層TA TAN 然後再去填鋁誰呢 再去填鋁 烏呢 不要忘了 烏本是有WF6的氣體 怕有風 怕會傷到SI5 所以會度什麼呢 TI 所以在CNP 銅的時候 CNP 銅的時候 它要有一個選擇比 你知道對誰 叫對TAN 或者是TAN 它的選擇比較大 它的選擇比是銅對TAN TAN的選擇 那烏呢 烏的石科 烏的CNP 它要對的對象是TAN 或跟蛋花胎的選擇 是這樣子的 在磨的過程中 在模糊的過程中 會磨到牌 我希望磨到牌 就大概就成下來 不要傷到 不要再凹下去了 這樣子 好 所以 鋁銅的連線的ILD 剛才講這是金屬 但是還有另外的 鋁銅連線的ILD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剛才講的 只是純粹STI的時候的選擇比 跟單純同一根 附在模糊的時候 他們下面的選擇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它還有一個是 金屬的ILD 它剛剛什麼叫做 金屬的ILD 平坦化製成 它指的就是這個 烏的金屬有TAN 然後把磨平之後 磨平了 磨平之後呢 這裡又給它一個金屬 碳包在這邊 然後呢 又去給它一個額外的金屬 鋁銅 去做其他的連接線 其他連接線完之後呢 我要再接下一層金屬 就要做下一層ILD的時候 我又要再給一個CBD 阿桑 這樣子 然後再把它磨平嘛 而這時候磨平有需要說 磨到哪邊停止嗎 沒有 它只要磨平就行了 因為它最後的形狀要到什麼樣子 最後的形狀就是要找到 因為它只要過磨平碳 就行了 所以它沒有一個金屬層 它就是單純把它磨到屏 然後再開下一層 下一個利盒 再開下一個利盒 這樣子 所以這一種呢 它就沒有選擇磨平的問題 它就只是單純 因為它沒有要磨到哪個層次層 它只要磨下來就下來 我會用看前面的圖中圖 然後就這個 就是這種IOD IOD IOD在填的時候 這裡有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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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填這IOD在填上去的時候 一定也是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然後最後要磨成平的 而在這磨的過程中 當然這個磨還沒有 在磨的過程中 它純粹就是time mode 時間模式 就是你要去實驗看磨到怎樣的時候 剛好 比如說厚度是一個平坦 那這種磨呢 它就沒有停滯車 所以IOD的時刻 就沒有所謂的選擇磨的問題 因為它並沒有說要停在哪個地方 沒有停止的 沒有停止的駐浪層 就不會有選擇磨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剛剛講的 IOD的CMP 是沒有選擇磨的問題 因為它並沒有說要停在哪個地方 它只是要把表面停掉 它就不會有選擇磨的問題 除此之外 STI的線B U的線B 鋁龍的線B 它都有停止層的問題 它都會有停止層的問題 它都會有停止層的問題 它都會有選擇磨的問題 只有ILD ILD它並沒有選擇B的問題 那U的話 就是要對鈦彈化鈦很重要 那虫的話就是對鈦彈化鈦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是要講說 在線B的過程中呢 會出現所謂的LobbyEbade 那這個LobbyEbade指的是什麼呢 在磨的過程中會發現到 圖案比較密集的 會磨得比較多 圖案比較密集的 會磨得比較多 圖案比較密集的 圖案比較吸收的 磨得比較少 在磨的過程中會發生這種事情 圖案很密集的地方 在磨的過程中會凹的比較多 那它凹的比較多 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們Tunstan結束之後 那進步到下一層金屬的時候 又會再蓋一次CPT的阿塞 然後阿塞再把它磨定 那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上面再有一次CPT阿塞在磨平的時候呢 這邊阿塞的後部 跟這邊阿塞的後部 就會不一樣 比較凹的地方呢 最上面是平坦的 比較凹的地方呢 它距離上表面就會比較遠 比較厚 它就會造成出你在吃湯片的時候 這個地方吃凹的 吃穿的 到這個地方不露出來 但這裡還不會露出來 所以這裡還有一部分的後部在這邊 就如同 這個樣子 你在CPT磨的時候呢 欸這地方比較密集 磨得比較好 磨得比較凹完之後呢 你就再疊一層Irm 把它磨平 Irm磨平之後呢 再開下一層的 親屬接觸窗 在石棍的時候呢 這個完全石棍大 把這個後部吃完了 可是在石棍的過程中呢 欸它只石棍到這裡 它並沒有其他東西 它這裡有斷路 這兩邊就會 就會斷路 就會斷路 這就是因為在磨的過程中 石棵六頭 石棵六頭 石棵六頭所造成的 高密度的除外 它的腐蝕效率比較長 也就是石棍會比較快 高密度都會比較快 所以 CMT的這種 負載效率 也算是一種負載效率 它跟石棍的負載效率沒有 月令級的 這零令級的會斷路 那後面還有一個就是 開口大的跟開口小的 開口大的 石棍屬於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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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都是在 CMT這樣磨的時候 要小心的 而在CMT這樣磨的時候呢 因為它含有機械研磨 我前面講過 CMT一開始可以在 晶瑩製造的過程中 晶瑩一開始可以在 晶瑩一開始可以 晶瑩切成片的時候 表面可能會存在很多 在切晶瑩的時候 留下的 的滴肺 缺陷 就可以靠CMT 把這些滴肺呢 再把它 食合料 合料更平淡化 來去除滴肺 但是 但是在磨的過程中 也有可能會在 額外產生新的滴肺 因為在磨的過程中 就會產生刮痕 你在磨的時候 裡面有 研磨醬 研磨醬裡面有很多 研磨威力 這些威力如果 你不用去除乾淨 它如果留在心圓表面 它就會怎麼威力污染 就好像 我們在磨絕緣測試 有二氧化系的威力 這個二氧化系的威力 這個二氧化系的威力 最後是要完全清楚的 你如果沒有清楚 就會 讓你的表面 很多的全部威力 在那邊 那如果是單純的 細表面 那就可以直接看看 直接拿去靠 HF嘛 經營到RCA顆粒之後 氧化物就會 細的氧化物就會被 所以 佛樂 是可以給清洗掉 所以就要清洗 所以如果是 細表面的話 細菌表面最好 細菌表面最好 細菌表面 表面都會去做清洗的步驟 那 在加熱製成之後 還有介紹到 如何讓 晶圓表面的缺陷 可以移除呢 因為晶圓 畢竟表面是 磨出來平的 是磨的 既然是磨的 結果然後又出不上 那怎麼樣把這個 搭到最低呢 拿去氧化 一氧化 表面的細菌 就會被氧化掉 被氧化掉 那氧化出來的 阿塞之後呢 再把整個阿塞 就剝掉了 露出來的表面 又會是乾淨的表面 就不會是 有損傷膜的表面 這真的有介紹過 你直接把 你可能會損傷的表面 給它氧化掉 然後再利用 適時適合把它剝出 就會露出 安全的表面 淡気的表面 然後接著再去 用黑皮的方式 再做一次 完美的雷晶塵 那這位 就可以拿出來賣 那經濟的代表面 就是買這種 切 拉進出來 切完片 拋關完之後 氧化完 回時 然後再雷晶出來的雷晶片 才是他們開始 做經濟電路的 其實用的電路 這樣 好 那在你說的過程 都要非常小心 有沒有唯利無難 不過在你說的過程中 本身就哪有 外來粒子 跑到岩柏江裡面 讓它不得了 你原本岩柏江裡面的粒子很小 突然之間有 有額外的污染 有大粒子進來 一磨化 電錶就刮上來 就會刮上來 所以要小心 不要有污染物 一有污染物 只要有不適當的向下壓力 你的研磨材料 就會被磨壞掉 好 那趁電就要不好 好 這樣 所以你要小心 然後在磨的過程中 之前講過 因為有含有磨擦 你有機械硬力在磨它 會發熱 那發熱的情況 如果升到的時候 容易就會蒸發 所以要小心你的岩柏江 不要越磨越乾 越磨越乾的話 你的機械磨擦 就會越來越強 就會磨上來 所以要隨時注意到 第一個 岩柏江裡面的酸點子 還有它是否被污化乾掉 還有你的蹭鏈是否磨久了 要重新打 出不死之類的 所以 西人兵要很注意就是 一個人說 你把它打出來之後 你就要去規劃 多久要換一次 多久要重新 把蹭鏈重新再磨一次 然後呢 岩柏江要怎麼流 怎麼投 出不死之類的 好 這些都是 可以根據統計的結果 做出結論 好 所以這種 西人兵的東西一倍 中國這邊發生說 疊化效應 因為就像一個疊子一樣 就好像一個疊子一樣 一個小 小疊疊 一個疊型 小疊子 它是怎樣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開口大 這裡開口小 所以在磨的過程中 開口大會磨得比較好 開口小就磨得比較前邊 這就是一種疊化效應 比較大的開放區 會磨得比較多 磨出來的形狀 就像一個小疊子 就像一個小疊子 像河九年一樣 這個樣子 所以它們叫做疊化效應 但其實做穿的就是 10顆的複產效應 因為我們其實在講 10顆單位的時候 有介紹過的 Loling一倍 CNP的Loling一倍 其實跟10顆Loling一倍 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 月日級的10顆率 10顆率會分 西蘇的跟日級的 10顆率會分 然後開口大 開口小的10顆率 也會不同 所以10顆的Loling一倍 跟CNP的Loling一倍 竟然是同的意思 因為它們都是進出過程 它們都是屬於10顆的方式 只要是10顆 就會產生這種Loling一倍 那這個Loling一倍 對STI的理論就會很差 STI在做的時候有淡化系 你在磨的時候 磨到淡化系要平 可是在磨下來的時候 有些的 有些STI擋的比較窄 有的擋的比較省 擋比較快 STI擋的比較寬的地方 它就磨得比較好 就會磨的 所以最後的STI 磨完之後 把這個Nine傳移掉 中間凹陷的程度會不一樣 有的地方 開口大人凹的多 開口小人凹的比較小一點 所以空曠的地方 這時候就來了 電子底是坐在這裡 電子底是坐在這個CNP 旁邊就是LiXOVATION 但是就會用到CNP 你會看到 電子底是坐在這裡 然後開口大人凹會摸的比較多 那這時候呢 就會塞很多所謂的大VP 大VP 就是那個地方 雖然不需要做原件 但是我又為了提供它凹陷 我塞了很多不必要的形狀進去 比如說 我一個電路 我一個電路需要這裡有的主動區 然後這裡有的主動區 主動區跟主動區之間就是STI 這是 這top-in 這Layout Active Region 所以導致呢 我們在10顆的時候 STI就是這樣子 這是STI 那因為 如果兩個原件離得很遠 那我在CNP的過程中 就會吃凹嗎 就會吃凹下去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效應呢 怎麼辦呢 我原件只坐在這裡 不坐在這裡 中間不需要有原件 可是只要我有什麼CNP 我就會放一些不必要的圖案進來 我也放一些圖案進來 那這些圖案是沒有要做原件的 它不是為了電路 它不是為了電信的口感 它為了支撐的口感 我塞了很多不必要的圖案進來 那這時候呢 現在又變成怎麼樣 就變成只要Active Region 一放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原本是這陰陣很凹陷的 它現在告訴你 只有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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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凹陷的 然後就突然間出來了 就大開口 變成一個很膩很膩很膩的小開口 那這時候在CNP的時候 磨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磨的特別耗下去 然後原件主要電子力 必須要是坐在這裡 電子力只坐在桌上面而已 那這地方是沒有要做電子力的 但是它可以減寬什麼呢 這個CNP的漏洞裡面 所以當使用CNP的時候 就會在很空曠的地方 為了避免這個電話效應 會塞許多的dommi data 很多不必要 就是很多那種 只是輔助製程的圖案進去 這個圖案 不會被電路使 它不是拿來當電路用 是拿來當電腦用 純粹只是在製程上面 降低製程的變形而已 讓製程更穩定 會塞很多這種大體培等 就是例言說 遠距跟遠距之間 如果隔太遠 碟化效應如果太嚴重的話 那就中間再用 製程讓這中間 很多個倒撞 可能是一分出來 雖然這些倒撞的 並沒有拿來做雲件 但是它可以解錄它 這個負債效果 那這個是可以用電腦計算 去告訴你 說中央塞情的東西 要塞情 當你收集一堆 碟化效應 就是圖形跟碟化效應的 資料的時候 就會讓他們電腦計算 客戶的電路途徑來了 電機體的電機體之間 空的地方 原本應該是MTI的region 我到底要怎麼塞這些大兵電腦 比較好電腦會把我算出來 所以這就是客戶的Layout途徑 不同的晶圓製造同時 他們的CMP的 磨出來的條件不同的話 他們塞大兵電腦的路 規則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根據他們自己的洗眼器 會去塞 所以最後你看到光照上的圖案 不見得會一樣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他們拿到一模一樣的電路設計 要做一樣的電路出來 可是最後他們畫成光照上的圖案 不見得不一樣 首先大家難過 現時又會遇上到什麼 鐵畫效果 所以他們塞的大兵電腦 第二 我們前面在黃光步驟的時候 有講到過 尺寸變小就會出現 要讓四寸部的電競準 就需要所有的OPC有沒有 光學校正 U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那光學校正 會根據每一家公司的曝光源 曝光波長 曝光強度去調整 所以OPC修出來的圖案 每一家公司 只要他的曝光層是不同 使用的光球和光組不同 他的圖案也會不同 所以A公司的光照 被B公司我拿去用的 能不能做出一樣的結果 不見得 因為上面光照圖案 光照形狀 都跟他們製成搶相關 一環扣一環 所以不是傻傻的說 你把人家的其他用 就會做出一樣的 沒有 你用的程式 你用的機械可能跟人家不同嗎 你用的條件 你用的壓力跟體驗跟人家不同 那磨出來的電話效率就不同嗎 電話效率不同 你要塞著Dami的樣子就不同嗎 如果磨的很厲害 就有人肯定不需要塞喔 磨的不好的人 就要塞Dami可以進來 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只是告訴各位 製成拿來照抄 有的時候不見得有用 你只能抓他的思維 還是要狀化起來 你可以解讀的意見 所以表面這個高高力要怎麼測量呢 最主要就是用原子力顯微鏡 AFM Atomic Force Measurement 原子力顯微鏡呢 它就是 它是在機械的探針 可以去探討表面的原子力的設計 可以去表面的微小口感指出來 好 我帶來看 表面的圖形 可以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光學的方式 一種就是用原子力顯微鏡 它探側 探針的尖端跟底層之間的原子力 探側這個原子力的大長 會把表面的形狀移動出來 好 那這部分屬於測量的部分 我們就先暫時給你們講太多 只告訴各位 表面是否平整 表面是否有污染 在半導體工資裡面呢 基本上 只要能夠使用光學系統 都是用光學系統去測 因為光學系統是被迫壞性兩側 你光學系統掃完之後 這個機會不會受到任何順暢 它就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大部分都會使用光學檢測 去檢測表面的形貌 跟是否有污染物 只要有污染物 它會造成我們的 目射光跟翻射光的角度啊 還有它的建設性 開設性角度是什麼 所以還可以看表面的形貌 除此類的 那如果是使用這種體驗的話 事情比較破壞它 好 我這邊先休息一下